我们都记得 台北地检署对核智辉发布通气 通气时效到民国124年 检调单位宣称 已经锁定核智辉的活动范围 正尽速将他查气到案 欢迎回来新闻一等会台庆山来坐会 这个国庆之间 大概协商呢 看来是已经破局 协商大门已经关闭 不要管说到底是送协商关的 还是国民党根本没有诚意 反正呢 这两个党其实都是演了一场戏 给大家看 不会有任何协商结果的 好 那现在问题就是 宋先生摆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姿态 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看 全部的名单都已经排出来了 而且赵邱毅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名单还真的很漂亮 那这样子的一个名单 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 让国民党可能会不过半 所以马总统才会觉得很忧心 意思说兄弟应该不要戏墙 连这种话都会说出来 好 那但是现在就来看 马总统 马主席 他在这样的情绪之下 他还需不需要做更多的姿态 更低的姿态 去挽回亲民党 要不要 韵彭你的建议 我认为现在兄弟很清楚 兄就是国民党 是马英九 对不对 跟十年前兄是宋主席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我跟两位的看法不一样 我认为国民党能够做的姿态 跟能够给的已经够多了 没有一点亏大于亲民党 我一开始说不管他在里面给你的位置也好 国民事业的也好 然后现在还有继续选的 这国民党哪一点对不起亲民党 真的没有 今天问题真的要破局都要怪亲民党这边 但亲民党我也在节目讲过 这份名单真的是有战斗力 可是我到后来越来越看了 我到这个礼拜的感想是因为 有战斗力但是没有爆发力 为什么 就是我从刚刚可亲去 清点我们那个苏院长那个来看 他现在宋楚瑜跟亲民党是 不是只缺东风 他是只有北风 缺东南西 为什么他缺绿的 对不对 你这份名单一定要有绿的嘛 不然一定是来乱的嘛 对对蓝营来说 第二个 他缺弱势团体 民进党部分区被人家诟病 就是说你对社会团体 对弱势团体都没有照顾 他的部分区里面一定要有弱势团体 我觉得张晓峰不是弱势团 他是另外一个领域的 还缺一个东西 还缺一个西风 西风是什么 缺民调 从13%变20% 他需要选民给他温暖 东南西风加北风 这个局就成了嘛 对不对 不管自摸还是胡牌 都是他自己人 所以我认为亲民党到现在做的 就是大家综合那么多做法 如果你就是为了选举而出来的 里面有很多人 其实有些人不太想帮亲民党选 拍算嘛 又落选又花钱 有些人说我才要民调 让国民党选 我没有话说 有些人是真的为了选举出来的 他认为有机会 或认为人生这样比较有趣 但那些人其实是退不掉的 要跟国民党民调 我觉得他不接受 我就是要选嘛 怎么可能我民调输了之后 就没位子了 对不对 我认为玉芳里面话中有话 你可以说这里面 其实大概有一半是选甲的 只是拿出来做炸虎用的 可能对于亲民党有感情 或对宋主席 你召唤了我不得不参加 但是他真的不想选 就是如果我们这一选区没有瞧好 国民党不让我的话 我可能也就算了 没有新准备了 哇你这 人家好不容易先把名单排出来 这么强大的阵容 很有战斗力啊 对啊很有战斗力啊 可是为什么大家讲来讲去 都只有一个李建南 李老大 我们看不会啊 你看这些都已经出来 像李同华老师可以去对赖世宝 你看财经对财经学者 哇这场 这个地方多好看啊 如果再加上民进党再加一个谁 加一个林向凯 好不好 哇这个区域就一定好看 好看得不得了 你看这些 还有像何启胜啊 我们原来的老同事啊 也被亲民党征召啊 去可能要台中 台中去对新闻局局长 你看主播对局长多好看的一个局啊 所以这里面充满了戏剧性啊 学战没那么容易 我想说你提出名单 这是梦幻队伍嘛 就是学战真的没那么容易 你在地方上的经营跟等等的 就随便讲说李老大跟黄昭顺 这局就看起来很有趣了 就是说呢 因为黄昭顺在哪里是连 已经是第四届立委 五届立委 很多年的立委了 他在地方上的经营是很多年 你不要看他过去上一次 在跟那个陈菊的这个局里面 他这个输得很辛苦 这个票开得不好 但是不表示他今天在左 左翼拉不到票 男子这个区里面 那李老大去就会占到便宜啊 真的不是这样子说的 那所以你梦幻名单开出来 你地方上的经营 还有各地方的人 大家看待这件事的方法 其实都是送的一个光环 再笼罩在整个整体的作战里面去 那个才是真正的局 如果送起来了 他底下所有的人 也跟着会起来 这是一定的 可是你底下的各个地方的人 譬如说 我举例说 有些人在地方上 根本没有经营的太多年 或者是这些人 或者是根本没关联的 没有关联的人去选 你说你真的就 不要说炸胡了 炸胡就难听了 你逛花园嘛 你就在旁边跑龙套 不是跑龙套 这个选举哪有这么的容易呢 做这些事情 所以有个名气 然后可以空降到任何地方去选 那这样提起来 那这一方就去哪里都会选了吗 大家何必要搞这东西呢 所以 不要再吃民进党豆腐 没有再吃豆腐 所以但是 我是觉得 这个名单是 现在会给大家 或者媒体一种 哇哦 出事了 有人要来了 那当然媒体是围拱天下不乱 最好你们大家都开开心 对了 每一个都不高兴嘛 对不对 我给各位讲一些 比较内幕的一些的讯息啊 就是当这个菊营说 他们要在各选区推一些人的时候 你知道国民党的 已经提名的立法委员 有多么的紧张吗 被提名人 透过了各种的管道 去跟菊营联系 希望说 你不要在我这边放个炸弹 我们这个 大家还有点交情 大家好谈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讯息呢 就是原来从清明党 回到国民党去参选的这些人 当我们把他们通通都归类在 清明党的这样子的一个版图里面的时候 这些的立法委员是非常紧张的 他们也透过各种的人到媒体来 去声明说 我们不是清明党的 清明党不要把我们放在清明党内 我现在是代表国民党参选 千万不要说我们是清明党的 为什么 我觉得这些的态度都非常的有意思 可以来大家来解读 哥金你看 我是认为这两个政党基本上 摆脱不了一个阴影 就是某一些从省府系统出来的 不管是省议会的 省政府的是后来 在省政府的时候 培植出来的地方的干部 或是地方的这些民意代表 其他基本上再怎么抢 人脉关系是一致的 你说虽然现在国民党是这个 马先生当主席 还有其他的这个秘书长之类的在操作 可是在基层上 他们之间的相互性是 同质性非常的高 一个绿的都没有 一个没有嘛 对 那你说 刚刚运文讲说 清明党的这个这个这个 整个名单里面 比较缺少了弱势团体 或是这个 学术团体之类的 或是比较这个 让大家眼睛一亮的这样 所以他还是就是抢蓝的票 他还是抢蓝的票 所以我是觉得 国民党跟清明党之间呢 最后势必面临决战 除非有人说我自动放弃 或是我们盘好了之后 我的票多一点 你的票 我觉得最后很难 很难 很难用私自协调的方式 去让两全 就现在我们大家都讲的说 这种现在光芒 可以照耀他所有的这些的 这个提名人 然后他可以全省巡回 然后再造声势 有没有反作用力 当然会有了 当然因为蓝军 特别是国民党 国民党我觉得 长时间以来 因为胆子小 一听到枪炮声就 就发抖 那不管那个 那个那个那枪炮声呢 到底是实弹还是空包弹 一听到人家打打过来的 反正就先跑再扔再讲 大家都都都觉得 好像呢 城快要破了 其实哪那么容易啊 固然 宋楚瑜 因为大家的熟悉度很高 那推出来的这样子的名单 有很多 其实也都是老朋友 可是如果你摆在一个 一个一个比较 客观现实的平台上面 我不觉得这样的一份名单 有多多大的战斗力 所以你从上面数下来 黄珊珊现任的市议员 他当然有他自己的基本的票房 可是其他不管是陈正胜 红士奇 李同豪 吴清驰 郑金灵 张碧琴 这些 我们都还叫得出名字的 要不然呢 就是过去选举的 手下败将 屡选不上的 要不然呢 就是之前在国民党里面 你连民调都没有过的 对 输给另外一个人的 其实参选当然 每个人都有权利啦 但是我 我是尽量避免说 因为你是蓝军的 所以大家用那种 吹捧的方式 觉得好像那亲民党 反正杀过来了 所以呢 蓝军一定如何 我觉得其实国民党方面 大概也 你也必须要做好准备 就是说 这个安危到头 中虚战 中虚战 总是要杀一场的 那看能不能过 如果能过得去 那蓝军呢 过去十多年的纠葛 大概这次 有机会一劳永逸 那这也是亲民党 回到宋楚瑜身边的 这一群人 一生当中 关键的政治抉择 尊重他们的决定 我欣赏江龙就是这样 他把我刚刚那个说 这是宋楚瑜最后一战 打给全市道 太完美了 谢谢 全市道我还没有弄清楚 他到底什么意思呀 我都以为 亲民党现在才开始等大人 结果你们已经说 他是最后一战 我觉得这个其实 后面可能 宋先生 因为整个宋先生 在这场的一个战局里面 他是不是正当出战 我觉得这个是选民会看的 虽然每一个参选 都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可是这个选民会看 你的道德的一个高度 所以我觉得宋先生 在整个的运作过程里面 他要面对的是 你自己的支持者 其实有些事情 其实今天都可以去说 其实在国民党跟亲民党 在协商立委 各地方立委的时候 就已经摆明了 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地区里面 亲民党任何一个提出来的人 或老宋的人马 任何一个人 他是民调第一名 以他为主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啊 那所以呢 你一路上下来的人当中呢 每个地方都是民调嘛 每一个区域 每一个地方都 他现在讲 他当时说出来 然后你现在再来讲 现在你们国民党都拿民调 把亲民党做掉了 那什么叫 输了以后就是做掉了 那拿什么把它做掉呢 民调是公平的嘛 大家是唯一 虽然它不够完美 但是它是现在唯一 大家都能支持 你上了战场 拿了武器 讲好了游戏规则 拼完了你输了 下来之后你说 你那不公平 是不是 蕴鹏在这里 我就不讲说 民进党不会玩这种招了 可是来 事实上 真实上呢 不是 我们很甘愿了 就是本来就把愿赌服输嘛 政治本来就是一个 零和战争的 这愿赌服输 你要说什么呢 当然 现在他今天提出来这些人 每一个人就在摩拳插掌 往前去 带着老宋的光环 往前去走 可是 如果真的今天 可以玩这个游戏的话 那马英九下去站台 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上 你都可以上 实在早就过去了嘛 对不对 我们待会来 可能大家可以到最后 可以送马先生跟宋先生 各给他们一句话 我们待会来